这里有长短不一的八根木棒 我们要将它们平放进这个木盒 这是一个有趣的智力测试 根据木棒的长短可以将它们分为四组 两两一组长度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 如果是这样摆放的话 剩下一根最短的放不下了 我们再来试试其他方法 两根长的对角摆放 短的可以横着放 这个方法到最后 同样有一根放不进去 看来这个玩具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下面我就来演示一遍它的正确摆法 根据盒子的形状和木棒的数量 可以推测出 拼好后它是一个对称的形状 中间的位置可以放这两根小的 该怎么放呢 如果这样摆放是不对的 正确的方法是两个斜边朝外摆放 这就是它的正确解法